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月13日,俄军的大型军演已经在黑海展开了,俄军为了这次军演,可是投入了不少定力,俄军甚至出动了导连级别超音速导弹,伊斯坦尔M战略导弹,以及S400帮空反导系统,看来俄军这次投入相当大。 众所周知,在前些天,美国和乌克兰联合19个国家,在黑海大的海上威风之脸,毫不威风。 在美军的号召下,更是集结了三十多艘军舰,导弹巡洋舰,驱逐舰,侦察舰,不给舰等等,可谓全副武装呀。 这次美军也是准备的很充足,俄军其实已经做出了忍让,你那么多战舰战机可以,但是别越过我的战争红线就行。 但是美军似乎膨胀了,居然有战舰试图从波斯普鲁斯穿过,进入到了靠近俄罗斯领土的黑海部分。 这下俄军可是不再沉默了,几十枚导弹在空中划过,起到了要演白光,让美军战舰大呼刺眼,一看事情不妙,原来美军也在这里进行大型军演,而且明显是针对刚刚越过战舰红线的自己。 在美军战舰的带领下,三十艘战舰前铺后继的逃离黑海区域,之后,美军也是通过军事热线联系上了俄罗斯。 俄罗斯毫不变会,本次军演就是针对你美国,如果打,改在右越线行为,俄军绝对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。 俄军那边坚定的话语在美军也说很是惊慌,毕竟还是在人家的地盘,低调为好。 即使是现在,海上威风军演过程中,依然由俄军的侦察船和侦察机全方位监控,在俄军的底盘,不要怀有任何决心不良的行为,否则俄军的炮弹一定不会客气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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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